大家好,今天豆豆给大家介绍一部幼女被大叔猥亵后的故事《溯源》 该电影根据真实案例改编,故事发生在一个普通平凡的家庭 生活尽管窘迫,却温馨幸福 直到这一天的到来 清晨下着雨,一向董事的溯源拒绝了妈妈送她去学校的请求 董事的她安慰着母亲,说道,很快就到了 独自走在小路的溯源迎面遇到了一个长相猥琐的醉酒大叔 大叔提出要一起撑伞,善良的溯源便答应了 猥琐大叔见四下无人,将溯源带到了附近的废弃的工地,残忍侮辱了她 奄奄一息的溯源在猥琐大叔走后选择报警 随着救护车和警察的到来,溯源的父母也得知了此事 赶到医院的母亲,看到躺在病床上的溯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自责与悲痛 如果她要是早上送溯源去学校,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医生告知溯源的父亲,要将溯源的肛门与大肠取出 孩子将永远与人工肛门为伴 从李警官口中得知凶手是谁的爸爸,冲到警察局,质问为什么还不抓人 因证据不足,要得到溯源亲手指认才能抓人 而母亲却不愿再让女儿回忆那段噩梦 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坚强的溯源虽然痛苦,却仍勇敢地指认了凶手 很快,警察对凶手进行了抓捕 父亲文讯赶到警察局,却发现大量记者早已经围住了警局 而记者此时也认出了他就是溯源的父亲 溯源的父亲的朋友打电话通知溯源的父亲 溯源所在的医院已经被曝光 记者冲到医院,父亲慌忙中弄破了孩子的排泄袋 帮他整理,却遭到孩子的哭喊 原来父亲的行为导致溯源想起了惨痛的经历 而母亲也因怀孕着急晕倒 经过这件事情,溯源再也不和父亲说话,也不与任何人交流了 与此同时,法庭也审立了溯源的案件 溯源的父亲到场,却听到凶手用喝醉酒 记不起的理由试图逃脱罪责 出院后,为了让溯源振作起来 他的母亲通过心理师的建议 扮玩偶来让溯源放下心里的阴影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方法奏效了 父亲在一旁看到溯源露出了长久以来的微笑 父亲为了早点让女儿走出阴影 跟可可梦公司租了一套可可梦 每日扮演着可可梦的角色 直到女儿露出笑容 在父亲和同学们的努力下 溯源恢复得很好,并和同学一起上学 可父亲依然坚持扮演着可可梦 每日送女儿上学 直到女儿进入了学校方才离开 其实,溯源早就知道可可梦就是爸爸扮演的 一次放学,先看了可可梦帮爸爸擦着泪水 牵起爸爸的手说回家吧 这一刻,深深地打动了父亲 当生活一切步入正轨的时候 却又收到了让溯源出庭的消息 这无不是再一次将溯源推进了火坑 无奈之下,父亲再一次陪伴着溯源来到了法庭 被告人找到了辩护律师 在对溯源的盘问时又一次掉入了律师的圈套 并声称,被告人是因为喝酒属于无意识犯罪 最后判断被告人12年有期徒刑的罪行 父亲听到这宣布时 拿起一个手牌正想砸过去时 溯源看着一把抱着了父亲 父亲一下惊醒过来 不能因为这种人而断送了下辈子的生活 我还要好好保护女儿,让她健康成长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今的虐童案件时有发生 为保护儿童,我们做父母的 应该再多一份责任和耐心 这种猥琐儿童的败类是最可恶的 我建议这种人应该直接枪毙 你们觉得呢? 欢迎在留言区留下您的神回复 我们下期再见